嗨 朋友们 你们一定知道 大多数的AI工具 只能给你有限的免费点数 每天只能可怜兮兮的生成那么几张图 点数用完了 你还得掏腰包买订阅才能继续 但是今天这视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棒的免费根据 它可以让你无限制 完全免费的生成AI图像 您订阅 不充值 直接玩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快开始吧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工具叫做P-Cleeman AI 链接就在视频描述里哦 点击进去后 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点击免费生成 然后输入你的邮箱 接着你就能看到 之前别人已经生成的酷炫图像了 接下来要开始做自己的图像 只要点击创建就行了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模型 点击下拉菜单 我们能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型 选择一个最适合你需求的模型吧 我就先试试第一个 来看看效果咋样 接着是图像尺寸 点击下拉菜单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尺寸 选择完毕后 别忘了设置图像数量 这里我们选四个 大家看着办 然后在提示框中 输入你想生成的内容 点击生成 几秒钟后 你就能看到四张超级酷的图像了 话说 我常被问到 网上的那些图像是从哪里生成的 今天就揭秘给大家 其实我有差不多95%的图像 都是从这个工具生成的 而且最近它更新了 图像质量变得超好 像你现在看到的 这四张图质量真的很棒 想要保存的话 点击下载就行了 现在我们再设施另一个模型 点开下拉菜单 选择第二个模型 再输入新提示词 点击生成 这个模型主要是生成动漫风格的图像 所以如果你也是个二次元控 这个模型超适合你 再来试试第三个模型 这个是用来生成线条画的 非常适合做草稿图色什么的 特别适合做给孩子们的那种图像 既有趣又好玩 如果你有做彩绘化的需求 完全可以用这个模型来生成 看到这里 你还不赶紧生成个100张图像 让你讨厌的熊孩子来玩耍 现在来生成第四个模型 你会看到这四张新的图片 显然也是一个卡通风格的模型 效果还不错 这里每个模型的效果都不一样 风格各异 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选择最合适的模型 快来一场创意音大爆发吧 最后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MAX模型 我们一样来试试看 如果一次性生成的图像 不太符合你心意 没问题 它们也很废呀 你就随便按 你以为这就完了 提Culeman AI 还能用带你自己 有个别人的脸 来生成图像哦 操作也超简单 首先把模型切换回第一个 点这里上传 你要替换的面部照片 然后选中它 选择参考面部 设置一下参考的程度 接着在提示框里 输入你想要的图像风格 点击生成 几秒钟后 你就能看到 带着照片中面孔的图像了 完全可以自己做 各种定制化的创意 超简单吧 如果你想要更多创意 可以调节参数 来决定脸部的合成度 更满意 没关系 还有其他参数可以选择 继续调整继续生成 总之 看到这个蓝色生成图标没 免费呀 大家随便点 搞到满意为止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这一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关注和回序哦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